二十五歲的日本男子片山 今年三月抵達秘魯 想要參觀古印家文明遺跡 馬丘比丘 不料他被新冠疫情的封鎖 給困住了 等了足足七個月 當局日前是特准他一個人 進入馬丘比丘圓夢 還邀請他出任馬丘比丘觀光大使 為下個月有限度開放遊客 預作宣傳準備 日本青年片山慈英市 十號在個人社群網站 開心秀出照片 成為印家帝國遺跡 馬丘比丘防疫封鎖 七個月來 第一個獲得特准 進入觀光的旅客 在園區住館陪同下 片山一人包場 獨享馬丘比丘 五百多年歷史的文化遺產 跟海拔兩千三百公尺 山巔雲端的壯麗美景 作為回報 片山也在十三號出席馬丘比丘 獲得世界旅遊協會 安全旅遊標章的認證儀式 穿上原住民傳統服飾 高舉日本跟秘魯國旗 大力宣傳這個熱情 接待自己超過半年的地方 二十五歲的片山正挑戰環遊世界 馬丘比丘是他人生清單上必去的地方 他在三月十五號抵達秘魯 辦妥了許可 沒想到出發入山前新冠防疫封鎖令 打亂了一切 因為撤僑專機太貴 他決定留在馬丘比丘附近的小鎮等待 沒看到絕不離開 結果一等就是七個月 這段期間他用自己的專長 教小朋友打拳擊 還非常努力的讀書充電 取得了瑜伽教師 運動飲食專家 肌肉訓練師等專業資格 完全沒停下腳步 跟當地人也建立了深厚感情 他的故事逐漸在網路傳開 得到各界許多支持鼓勵 也促使秘魯當局批准了他的特殊申請 海里聘他為馬丘比丘觀光大使 圓夢之後 片山本周末就踏上了歸途 而秘魯的疫情尚未完全受控 馬丘比丘遺址將在11月 重新對國內外遊客開放 屆時每天只開放675人參觀 約為平時人數的三成 記者舒惠中政局報導